腾讯体育10月29月选在黄迈1比5的比分,输掉西班牙国家的比后,C罗接受了法国足球的采访,他透露,自己之所以离开黄马,是因为没有受到弗洛伦蒂诺的重视,他否认因为金钱的因素前往游文踢球。 C罗直言,如果前往中国联赛踢球的话,他可以赚到5倍的钱,C罗在采访中爆料自己为何离开黄马在谈到同弗洛伦蒂诺的关系时,C罗表示,弗洛伦蒂诺从来没有重视过我,除了商业关系,我知道,他对我说过的话,从来都不是放自心底的,我从黄马那里感觉到,尤其是主席那里感觉到,他们不再像当初那样重视我了。 在加盲黄马的前四、五年里,我有种被爱的感觉,但是在那之后就很少了,弗洛伦蒂诺的眼睛看着我,不会说同样的话,好像我不再是他们不可或缺的。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,C罗继续说道,这是我为何要离开黄马,有的时候,我会看看新闻,他们会说我要去的地方,有一个事实是,我有这样的感觉,主席不会挽留我。 谈到自己加盲游文的选择,葡萄牙球星说道,我来到游文并非为了钱,我在黄马赚的也差不多。 不同的是,在游文,他们真的想要我,而且非常明确的告诉了我,如果一切都是为了钱的话,我会去中国。 在那里的话,我可以赚的比赛黄马或者游文多五倍。 在采访中,C罗还强调,自己的离开并不,是因为祈达内,我离开的决定,并非是在祈达内离开的基础上。 C罗因为不满弗洛伦蒂诺而离开博纳布,谈到金球奖的话题。 C罗表示,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,获得第六座金球奖,这不会困扰我,我已经知道。 在我强大的内心里,我已经是历史最佳球人之一,我当然渴望拿到金球奖,我自己的第六座金球奖。 如果说我不想要,那一定是假话,我一直在尝试多赢球,多进球,我认为自己配得上金球奖。 C罗还谈到了自己离开黄马的决定,我在黄马完成了很多美妙的事情,也经历了很多难忘的瞬间。 我一直记得那里的队友和球迷,我认为在加盟黄马九年后,现在到了离开和更改俱乐部的时刻了。 谈到2009年卷入的强奸案时,C罗表示,当然,历史在干扰我的生活。 我有女朋友,有四个孩子,一个母亲,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,我已经和女友以及儿子解释过了。 虽然她还太小,不一定可以理解。 最糟糕的是,我的母亲和姐姐都很茫然,也很愤怒。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们这样子。 Bluke 别忘了这个事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